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几百块就有了 但是在台湾某些乡下地方 可还有所谓专门的电风车 巡回各乡镇专门修理电风扇 阿伯 你做修理电风多久啊 十几年而已 十几年喔 你怎会想说要修理电风做这一行 没头没路 十几年你都一堆修理 我没走 我没走 趴趴走 很好奇啊 这个时代还有人在修理电风 我们电风派去我们就是检掉了 哪有可能修理对不对 啊只是觉得说 你看到在乡下地方 你会用三四十年 你可以修理呢 他不会丢掉呢 阿他说 这环保也是节省啦 他说喔 一天你看要修理好一个炒 二十块三十块 他说一天两百块啊 阿他说 这环保 阿探就花钱出来一个工 他说就够啦 解约环保是美德 而如果能够关怀被社会遗弃的人 更是高尚的行为 台北木榨有一个关爱之家 收容了四十多名的孩子 其中更包括了爱子宝宝 虽然他们经营困难 但还是持续不断的默默付出爱心 那我们关爱之家主要是收容爱子的 相关的感染人口 或者跟他们有关系的人 那当然是我们收容对象 是以成人小孩子各种症状的 有筋障的 有所谓的自体残障的 或者甚至于完全瘫痪都有 那我们这个地方 完全是以小孩子为主 那小孩子 我们这边总计算出来 大概有收容了 有大概四十名左右 最大的十四岁 最小的钢满月 所以他们 他们并不是全部都是感染的人口 他们有部分感染 有部分是疑似感染 他有的是已经完全治疗 可是为什么留在这边呢 因为他们的爸妈妈 全部都是派人家 那有的在监狱里面 有的没有家可以回 所以他们就大多数人都住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我们负责照顾他们 关爱之家之前曾经面临社区住户的反弹 甚至是透过法律诉讼 才保障他们免于被社区赶出去 希望透过公民记者的影片 让更多人了解 艾滋代源其实是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传染的 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被尊重的生存权利 社会角落存在许多值得被关心的事物 透过公民记者的身份 把他们的心声传递出去 相信您正在默默做的是一件好事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